請妳幫我介紹過 絲瓜營養膏什麼病都能聚 大家知道絲瓜一開始 在種植裡面是入哪個經絡嗎 它入蜜料到那個經絡 它有海水蜜料嗎 有一個字對了 蜜 就是它是 絲瓜其實它就是 發奶 通乳在用的 比過敏性 噎喉 乾燥 或是容易感冒這種體質 甚至是乳腺不通 或是 絲瓜是個很適合的食材 食物千萬種 吃對讓你百病不驚 發掘食物的健康小確幸 精采內容馬上開始 這以前我們常在講說 我不曉得有沒有什麼大力丸 一吃 這個身體就健康 治白病 你到現在還在想這件事 有可能嗎 但有些食物就有這個可能性 你吃對了 光一樣東西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治白病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就看到這個 已經在現場了 是的 鳳梨 往來 好旺喔 對 這個鳳梨呢 我們說它為什麼 可以跟治白病 連上關聯性 因為它的營養成分 其實是還不錯的 它的酵素其實也很多 它的纖維 各個角度 其實它都是值得我們稱讚的 對 但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比較沒有想過 我們來看看 來看這個鳳梨 可以治什麼白病呢 說可以緩解因為免疫力低下 引起的鼻過敏 好 全插牌請準備了 請選擇 不行 全部都不行 不行 為了 因為鳳梨你想想看 它是熱帶性的水果 跟芒果都是同一個類型 老人家是不是都說吃芒果 你皮膚不好的話 反而會引起過敏 所以熱帶性的水果 基本上對過敏它都會引發 它反而不是會減緩 它有 是不是 這哪來的理論啊 應該去做對面 去做對面好不好 講得頭頭是道的 先孤全不管它打對面 我覺得它講起來 好有說服力 很厲害 以後你小孩問你 任何課業上的問題 你光是解釋上面 它說媽媽 你好棒 對 然後結果都錯 然後結果就糾了 來 夏矮熙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 基本上 因為之前我就覺得 鳳梨其實對身體 是很好的一種水果 所以我每天早上打果汁 基本上配備都一定會有鳳梨 而且又甜 對 然後因為你早上 如果有鳳梨 其實因為酵素對腸道也好 所以排便就會比較順暢 但是因為我自己 本身鼻子就過敏 而且很長一段時間 自身體驗 對 然後我自己 每天都有喝果汁 都有加鳳梨 可是我 搞不好你不是因為 免疫力低下 引起的鼻過敏啊 我也覺得 好像沒有 對啊 你也沒常感冒啊 但是我沒常感冒 但是我很常就是 就是會頭痛啊 然後小毛病 小毛病 對 就是小毛病這樣子 所以也不算是特別好 但是我自己的 覺得好像沒有 沒有 沒改善 親身試驗之後 他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對 好 來 允潔 我覺得我對鳳梨的印象 就是他的維生素系非常的高 所以它是讓我 又愛又恨的一個東西 因為它會讓我嘴破 可是嘴破了吃它 它又會好 維他命C不會幫助鼻子過敏變好啊 好 所以我覺得它是沒有 沒有這個依據的 它就只是那個 海綿寶寶的好朋友而已 就是這樣 海綿寶寶寶住的房子裡面 就是這樣而已 住的房子裡而已 大家都選擦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應該是什麼呢 醫療師 答案是 選擦 不會 每一個都講得好像辯論家 你們要不要換個位子 什麼熱帶水果 什麼 所以引發過敏 對啊 這要解釋一下 對不對 因為其實這一題 有個重點就是 它的鼻過敏可能是因為 免疫力低下所引起的 因為剛剛有提到 鼻過敏其實有很多原因 會引致鼻子過敏 那我們這一題就是 一般的紓緩的 就是說你要紓緩 這個免疫力 那個免疫力低下所引起的 鼻子的過敏 那跟黏膜的健康有關 那鳳梨呢 本身呢 我們剛剛一般就覺得 它酸酸的 因為它維生素系很高 事實上不是喔 對啊 維生素系其實100克鳳梨 它大概只有 大概12到20克左右的 毫克的維生素C 所以基本上跟一般水果來比 它其實是 只有一般水果 大概只有不到一半 所以不是酸 就代表維生素C高 這個先澄清一下 所以C最高的水果 應該還是巴勒之類的嗎 其實像巴勒啦 奇異果 小番茄這些 都是它的一倍啊 對 被騙了 所以其實那為什麼 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它還是會有 修復的功能 就是你嘴巴破掉 但是你吃它 才適合修復 它裡面就是有 然後另外它有 菲塔胡蘿蔔素跟維生素A 那這個其實是很強的 抗氧化物質 還有就是我們 細胞膜修復的時候 它需要維生素A 所以其實它是有幫助的 所以不是因為 維生素C啦 其實是維生素A的部分 那嘴巴破其實倒是提醒 真的很多人吃鳳梨會嘴巴破 對 真的 真的他們都帶皮吃 沒有啦 不是其實 害我都不敢承認 我也會嘴巴破 但是因為啊 之前我去那個菜市場 買鳳梨的時候 那個菜市場的那個阿姨 其實有跟我說 它說那個鳳梨啊 如果你吃了會嘴巴破 代表說你外面那個 就是那個眼的部分啊 你要把它削掉 就是太省了啦 是不是 對 皮削太薄了 皮削太白 對 所以把外面再削一層起來 它其實就比較不容易 一嘴巴破 是這樣子喔 它確實是因為 類黃瞳的部分 它可以做一個舒緩 但是如果今天是致病 可能就不行了這樣子 不過塔老師 什麼叫做免疫力 第一下引起的鼻過敏 很多人大概都不太清楚 其實這種過敏 大概就會有一個傾向 它的流的鼻涕 不是那種黃的 它是很清澈的 而且它會很劇烈的 一下就一直 同樣就是 開始就會很連串的 那還會有 合併眼睛癢 鼻子癢 大概這種都是屬於比較 鼻子過敏造成的 對 不過中醫的角度 彭醫師 為什麼免疫力低下 鼻子會過敏 應該是說 鼻過敏它跟體質有關 因為你的環境 還有生活習慣有關 那你有些生活習慣 會導致身體的免疫力下降 因為這樣子而產生 過敏它的誘發 比方說你熬夜 或是你這個 在的環境濕度跟乾度 它變化太大 早晚溫差太大 或是空氣不流通 等等現象 它會影響到身體的免疫力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說你可以吃一些抗免疫 就是提高氧化的一個東西的話 它可以讓身體的免疫反應 可以緩解 就不會這麼容易 會產生過敏 所以剛剛講 鳳梨它有一個抗氧化很好的東西 就是叫類黃瞳 類黃瞳它會促進身體的免疫反應 所以它會讓我們的免疫的 這個細胞會活化 它活化之後 就不會一直產生 所謂過敏的反應 但是像這個 何錫音剛剛講說 我們每天早上 喝這個鳳梨果汁 鳳梨它是熱性的 像比方說 周英講鼻過敏 它很怕吃良性的水果 比方說梨子 西瓜 橘子 柳丁 大概就大忌 良性的水果 對於不管什麼形態 引起的鼻過敏 什麼肺氣虛 腎氣虛 免疫力低下這種鼻過敏 都是不適用 但是鳳梨是熱性的 反而是好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透過吃鳳梨 來改善你的鼻過敏 甚至是免疫低下鼻過敏 要記得其他食物飲食的搭配 不可以吃良性的 不然就沒有效果了 那除了它在搭配上要注意以外 比如說我如果要常吃這個鳳梨的話 體內例如腸胃不太好 或者有什麼狀況 有沒有特別要注意的 其實有兩個情況要小心 第一個就是說 它其實纖維還是比較粗 如果說你的腸胃消化不好的話 你就不要吃太多 當然是它真的會引起嘴破 因為嘴唇它是脾胃的筋絡 其實剛剛小潔講 我很想要跟他說 鳳梨會讓嘴巴破 可是不會讓嘴破好啦 真的 人家都說加鹽吃就可以會好 好像是鹽巴吧 對 那是因為鹽巴它比較刺激傷口 可是那也不算好 它就是等於消毒的作用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腎功能不好的人 其實它的甲粒子含量高要小心 就是說你如果吃很多鳳梨 記得要多喝水 不然你的電解質可能會不平衡 這樣子 吃鳳梨到底那個鳳梨心 那一根硬的要不要吃 對啊 那個營養夠嗎 其實那可以吃啊 也可以入菜啊 燉湯啊都可以 那個其實膳食纖維 是出了膳食纖維 所以其實是可以吃的 所以燉湯也不錯齁 吃法鳳梨的話 對 因為剛剛提到 它裡面的營養價值 剛剛提到貝塔蘿蔔素啊 維生素A啦 或是類黃桶 其實它是偏脂溶性的營養素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點油脂 它可以幫助它的吸收味更好 所以它適合兩種吃法 一種就是鹿菜吃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有那個鳳梨雞湯啊 然後或者是說 像有的時候鳳梨燒肉 那燒肉的話 其實它會讓肉的質地比較軟 因為它沒有酵素嘛 對 醃肉都可以用 然後或者是說 有的它是鳳梨炒飯 它其實就帶一點油脂 所以增加鳳梨裡面的 營養素的吸收 所以其實都這樣吃都好 那飯後吃其實有個幫助 就是剛剛瑋如其實有提到 就是說它其實有酵素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吃那種 大魚大肉的人 吃蛋白質的喔 吃很多的 那一餐在之後 你確實可以吃一點鳳梨 幫助你剛剛那個 就是脹氣或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是吃很多飯啊 或是麵啊 澱粉類的 那它的效果就沒這麼好 所以說其實你要 對 你要分別 好 來鳳梨呢 這是很常見水果 接下來這樣東西 那更常見了 那現在你到廚房去看 一定有 對 薑 薑 好 要來考考大家 來看一下題目 天頭痛的時候 可以喝薑茶來舒緩一下 對還是錯呢 我們這個題目 這角度很刁鑽 對 你說我們喝點薑茶 致我們婦科 如果說有一點不舒服 對 黑糖漿茶 好像不錯 對 不好意思 偏頭痛 跟它有何干系啊 圈叉請選擇 對的 唉呦 兩圈一叉 對啊 喝薑很好 因為薑最傳統的方法是 活血化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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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大家不是都這樣講嗎 快快喝快快好是薑 熱熱喝快快好 熱熱喝快快好 對啊 活血化 但這說到一個點 以前不是說什麼 欸 你以前什麼 頭髮長不出來啊 胸毛太稀疏了啊 抹薑啊 對不對 衝出來看 衝出來 衝出來 真的有衝出來 這OK的 不知道 其實這有一點難 那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因為其實你看有很多女生 不是生理期 對 然後我們有時候感冒 老人家也會說 那你要多喝薑茶 那我覺得如果是偏頭痛 可能是剛開始 這些症狀的一開始 所以我覺得 喝薑茶其實應該可以 因為我們有時候喝薑茶 會出汗嘛 那代謝就會變快 所以我覺得那頭痛 是不是也是 偏頭痛可能也是因為 讓它出汗 代謝變快 對 也不一定是有東西啊 卡到陰是不是啊 那你要找廟工比較快啊 但是我記得後來好像 他們說好像是 嫩薑比老薑好一點 真的嗎 就是喝嫩薑的薑茶 好像就是在 就是 我不知道是偏頭痛還是什麼 生理期間他們說 好像比老薑 喝老薑的薑茶好一點這樣 所以那你偏頭痛 就專門去吃小樓湯包嘛 它裡面有很嫩薑 可以配是不是 配不吃 這是可以攝取這樣 我覺得都還OK 好 來 允潔 我覺得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喝薑茶 應該是我們對了 對 他always有一些奇怪的意見 不是啦 因為你們有聽過偏頭痛的時候 可以喝黑咖啡 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 對 但是你們是不是到今天這個題目的時候 才看到 喝薑茶是可以緩解偏頭痛的 所以如果喝薑茶 可以緩解偏頭痛 那因為喝黑咖啡 有些人不適合 那喝薑茶 早就胃圍一股蜂巢了 但是它沒有 所以我覺得 喝薑茶並不能緩解頭痛 它頂多就是加了 就是剛剛那個昌明哥講的 就是薑加黑糖 可以緩解我們的婦科 對 可是緩解我們的婦科 也不是因為薑可以止痛 是因為黑糖可以緩解 天啊 裡面的那個血塊 對 所以 那你講到剛剛就好 真的天啊 對 然後最後講一句話 太多 就是薑它只能驅濕而已 就是身體的濕氣多的時候 它可以驅濕 但它沒有止痛的效果 你最近是不是有買手在唸書 還是 已經發現了 還是你把面具脫下來 你真的不是薑姐 好 那正確解答應該是 可不可以緩解 這個所謂的偏頭痛呢 尹老師 其實是可以的 你是不是讀到哪裡去了 你讀的是哪一本書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樣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不一樣 這樣裡面一定有什麼 我不知道的東西 不是這樣嗎 一定是 薑姐妳不知道的東西多的是 為什麼可以緩解呢 我剛剛聽小潔講 我這盾子之間都被他有影響 是不是 他聽起來好有螺絲 好螺絲喔 對 嚇死我了 然後 其實薑裡面 它主要是 那薑醇其實跟薑辣酥 它是有幾個作用 第一個就是抗氧化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 它可以擴張血管 所以有舒緩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偏頭痛 只是指一般的 莫名原因的偏頭痛 比如說你今天壓力來 或者是說 可能碰到事情的時候 短暫的這種偏頭痛 那確實 咖啡因跟所謂的薑都有幫助 對 所以其實 它是有舒緩的一個功能 然後 那是不是要在那個偏頭痛 正要快起來 那個時候 其實它也是有一個 預防的一個功效 只是說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薑其實 它也是偏辣 然後如果說你胃不好的人 其實也不要在空腹的時候喝 然後還有本身 有一些人 他可能吃一些藥 比如說降血壓的 或降血脂的藥 那它其實會 互相影響 所以如果你在吃藥的當下 其實如果你要喝薑汁的話 其實最好錯開大概是一個小時以上 然後另外如果說效果的話 剛嫩薑的部分其實它的抗氧化能力 其實是 如果要比較起來它是最低的 那當然薑都好 但是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比的話 乾薑其實它的抗氧化能力是最好的 然後乾的薑 對 就是有點像中醫入藥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生薑的部分 然後最後才是嫩薑 不過這個都是辛香料 其實都是很好的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稍微有一點區別 那當然如果你的頭痛是因為疾病引起的 那你就不能再喝薑去做治療了 是喔 好 那如果說我們這個想喝薑茶 解決這個偏頭痛 我們還有要注意什麼嗎 譚老師 其實這個薑很多人在問我說 薑發芽有沒有毒 其實薑發芽沒有毒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說 薑如果中間有爛掉一塊 那你整塊薑都不能要 因為那個容易會有黃髒素 那黃髒素就容易傷乾 所以那特別注意的是薑不要是爛掉的 對 爛掉真的就不要了 但是如果反回過來講 你剛剛所說的什麼老薑 嫩薑 粉薑 乾薑這些 它那個分別對於身體的一個 譬如說幫助 或說治病 因為中藥其實在這方面好像也有著墨 對 它是不一樣的方向是不是 不一樣的 其實像剛剛薇如講說 他一開始說薑活血化油 就想哇 好厲害 對啊 煎菇來著 他其實講的是對的 他講的是薑醇這個東西 因為薑醇裡面的薑醇 它可以抗血小板的凝疾 所以它活血化油 但一般我們比較少用到這個效果 因為你要達到這個效果 它要通過血腦屏障 到血液裡面 讓它抑血小板凝疾 才能夠緩解這種 血液凝疾引起的偏頭痛 然後剛剛有講到沥水 其實就是薑皮的效果 薑的皮是沥水 可是它的薑的那個薑肉 它是暖胃為主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對於那種 嘔吐型的偏頭痛最有效 有人痛到會吐或是暈渣這一種 效果特別好 那如果是集中在頭部的 它其實效果還沒這麼明顯 所以暈渣是老薑 暈渣是老薑 老薑其實它就是 年紀比較大的薑 或是秋冬盛產的薑 那春夏就是嫩薑 嫩薑跟老薑來講 它其實營養成分 隨著年紀增加薑黃素 就是Curcurate 還有它的那個薑辣素 含量是越來越高 那中醫入藥它是把它 炮製過後是黑黑的 摸起來像碳狀的那種 黑色的老薑 炮製過後的薑 有一種新的活性成分 它可以抗癌抗氧化 效果還更好 所以它經過炮製 會產生新的東西 所以薑它耐久煮 而且它又發汗利尿 就是提升免疫力 其實它的好處還滿多的 那如果自己真的要在家裡 運用薑來治白病 就是黑糖薑茶嗎 還是有什麼樣別的建議 其實我覺得家裡有什麼薑 就用什麼薑的做法 嫩薑最適合生吃 或是去醃製它 在盛產的時候 醃製效果也還在 還在 而且多了一個 新的酵素的成分 那像那個什麼 日本料理店那個嫩薑 對 嫩薑好吃 這個OK的 非常好啊 它就是可以就是 削肉雞還有澱粉酶 像剛剛講的 是剛剛講的那個鳳梨 是削肉雞 就是蛋白酶的成分 那薑它主要是 澱粉酶的成分 所以就是如果你愛吃 米飯類的話 可以吃點薑來消化它 對 再來就是說 如果是老薑的話 老薑因為它的纖維比較粗 我們比較少直接吃 一般就煮薑茶 你要黑糖薑茶也可以 或直接薑茶也OK 如果在家裡 想要特別煮這個 黑糖薑茶的話 我們會建議就是 生薑一小段 可以30克 然後黑糖也是一小塊 就是兩匙 那我們一般會先熬薑 熬好之後再加入黑糖 你可以再放一小段的蔥白 它可以用在 比方說秋天到了 那早晚溫差大的時候 會淋雨 那你喝 淋到一點雨的時候 喝一個很暖的薑母茶 就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去寒 然後可以改善這個 像剛剛的過敏 甚至舒緩你的頭痛 提升我們的免疫力這樣子 好的 來接下來這樣的東西 食材呢 也很多人愛吃 對 絲瓜 絲瓜可以幹嘛呢 說絲瓜能夠緩解的是 濕疹的問題 濕疹 濕疹跟絲瓜可以有關聯嗎 來 圈叉 請選擇 沒有 只有夏和熙舉軒 可以 因為你常常濕疹 我先澄清我沒有濕疹 好 但是為什麼 我不確定它到底能不能夠緩解濕疹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去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我去出外景的時候 那個我們有吃一道菜叫做 絲瓜茶湯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在介紹的時候 那個老闆就說 這個料理是可以對皮膚很好 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濕疹也算是皮膚的一個系列的嘛 對 所以應該算是可以 有對皮膚好的話 應該就可以緩解濕疹吧 你看有沒有 行萬禮路 真的 真的 所以這樣講講 人家剛好兜到這個 那我還去不要讀書了啊 不行啊 因為你也沒行萬禮路 也沒讀書 你就是笨蛋 那你讀了什麼 你現在讀了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覺得不行 沒有 因為我覺得濕疹 據我的了解 它是免疫方面的疾病 跟皮膚無關 對 因為濕疹應該是免疫方面的疾病 跟皮膚無關 所以你剛講的那個理論就是錯了 你選錯了 你跟他選一樣 我的理論沒講 我講出來你們會嚇到 有 有 先哭 絲瓜是屬於寒性的食物 如果皮膚比較寒 就表示你濕氣太重 如果你再吃絲瓜 整個濕氣會太 可能那個濕疹會牙起來 手放加濕 對 不能吃濕的 濕濕有兩種 對 有濕瓜還有濕疹 所以不能配在一起 反而會讓你加重病情 你應該要吃你比較熱性一點 比較燥一點的東西 才可以緩解濕疹 不是不是 這個時候來吃鳳梨 來吃榴槤 沒有沒有 也不行 好 這個絲瓜是免疫完 是皮膚 然後吃絲瓜能夠舒緩 濕疹嗎 可以喔 小潔 可以耶 為什麼 你就是因為沒吃 所以常濕疹 要叫大家以後去火鍋店 都吃火鍋 這麼燥熱的東西 吃點絲瓜吧 不要這麼燥熱 對不對 他應該加一點絲瓜才可以 那就是說 剛剛說這個皮膚已經濕疹很濕 怎麼還吃這個這麼濕 對 又涼又濕的東西 其實絲瓜它可以排水利尿 它的成分來講 可以把身體的濕氣去除 它特別適合在秋冬 有時候容易燥熱 然後你會覺得口乾舌燥 你要補水的時候 絲瓜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所以它真的比較涼嗎 它真的比較涼 瓜類都是涼 尤其是絲瓜 但是也是因為它涼涼 它可以 所以絲瓜水 絲瓜水我們賣到翻 你知道在曬香的時候 是不是要敷蘆薈水跟絲瓜水 它都知道 就是這個原理 唯一就是說 絲瓜那個表皮 你在吃的時候 你可能不要太節省 如果弄得太薄的話 它那個表皮會比較刺激 所以你比較會覺得消化不良 或者是皮膚反而會過敏這樣子 對 那多次絲瓜還可以 對我們什麼健康 哪部分是比較有幫助的 大家知道絲瓜 一開始在種椅裡面 是入哪個經絡嗎 絲瓜 絲瓜 要問韋如啦 他一定就了解了 快點 入泥尿道那個經絡 泥尿道 泥尿道 有一個字對了 蜜 就是它是蜜乳在用的 蛤 蜜乳 對 所以它就是在發奶的時候 都可以特別吃 可是不是很涼嗎 它涼的會吃奶嗎 看我那天還不敢吃耶 真的嗎 那你加點薑是可以的 絲瓜其實它就是發奶 通乳在用的 本來皮膚容易長一些 有的沒有的一些窗釘 或者是容易鼻過敏 鼻咽喉乾燥 或是容易感冒這種體質 甚至是乳腺不通 或是經常腸胃不適 絲瓜是個很適合的食材 真的喔 那當然不是藥 不能夠治療這些情況 有這樣的體質 你平常在食物 多吃一些絲瓜類的東西 清熱解毒 還不錯 還不錯 絲瓜水到底能不能喝 絲瓜水可以喝 可是它很難得 它要清晨你切開的時候 它自己滴出來 那個才是絲瓜水 而且它放著久久不壞 裡面的微量元素 還會越來越多 會發酵 對 所以如果真的買得到那種 真的是在天然那邊 對啦 切開來接的絲瓜水 其實對皮膚是很好的 對 最近絲瓜這個營養成分 到底怎麼樣 絲瓜是好東西 它價值還滿高的 第一個剛剛其實小姐有提到一個重點 它是蔬菜類的東西 對 那在所有的蔬菜裡面 其實瓜類的蔬菜 特別是絲瓜 它的水分到達 比如說100克裡面 還有95%以上都是水分 所以其實呢 它可以做一個補水的功能 如果不喜歡喝水 其實在蔬菜上面 你可以選擇瓜類 絲瓜是很好的選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確實吃火鍋的時候 可以多吃吃蔬菜 因為它是屬於 GI值比較低的蔬菜 所以它會讓你 就是在餐後的血糖 比較不容易飆高 然後是減肥很好用的蔬菜 對 所以它其實可以穩定血糖 所以其實絲瓜 它熱量又低 GI值又低 然後它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會發現啊 煮絲瓜通常會燉得爛爛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 那個下河系提到的老人家 它確實牙口不好 所以它會把那個絲瓜 都燉爛爛的或是露粥 那絲瓜其實它的膳食纖維 它其實是不高的 雖然它 你感覺好像吃起來很多膳食纖維 但是它很好消化 對 它其實纖維不是特高的 怎麼會呢 真的 絲瓜等到它變老絲瓜 不是菜瓜 對啊 那都是纖維 一般的 一般入口的那個絲瓜 那時候還不多就對了 對 它可以燉爛 然後它的絲 它的纖維是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它反而適合 就是剛剛提到 牙口不好的老人家 燉爛一點 其實它可以吃 然後還有就是 像如果生病的人 它不是腸胃功能不好 拉肚子的時候 也不能吃太刺激 太多梗的蔬菜的時候 它確實也可以吃絲瓜 因為它是比較好消化 因為它那個生病 不都燉絲瓜粥嗎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倒是它 可以用在很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營養價值還滿高的 對 像剛剛何希很厲害 講到絲瓜茶湯 是不是就是中醫師建議 可以吃那個絲瓜的方法 真的 它是一個很好的好東西 教大家怎麼做 好好做嗎 很簡單很簡單 就像這個150克的絲瓜 這樣一根 然後再加上一些絲瓜 新鮮的葉子 你可以跟它要一些新鮮的葉子 絲瓜的葉子 對不對 或者是有的絲瓜它會連葉子 沒有葉子有沒有差 有賣乾的絲瓜葉也可以 真的沒有的話 茶葉也可以 就是絲瓜連它的葉子 就是等於是全食物 從葉啊 筋啊 根到種子 整個都在的概念 然後就是切片煮湯 加薑絲 這樣就可以了 就這樣 然後喝它的湯 可以預防狡氣 如果有人很會流狡汗的 或是懸麻疹的體質 或是痔瘡 然後養顏美容 然後美白淡拌 還有美白淡拌耶 不調味 不用調味 如果覺得太當而無 因為它就是當絲瓜茶水 當湯這樣子喝 當然如果說 你連這個果肉要吃 也是沒有問題 加一點點鹽也是可以的 可以 鹽一點點 絲瓜茶湯 有這樣子的喝法 對啊 那絲瓜還可以怎麼料理啊 譚老師 其實我就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而已 我就是直接都是 沒有像這麼複雜 但是我皮一定會削乾淨 對 因為那個皮有時候 你帶太多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就會覺得口感不好 對 那不然基本上我們就是 這個其實是颱風過後 最廉價的一個食物 這我倒是還滿推薦的 這個就是我們在吃吃瓜的一個方向 是 接下來這個食材 這個前陣子很紅 颱風一過之後說 這個價格飆漲飆漲飆到一倍兩倍這樣再飆 我這個好像全家大小都會喜歡吃的甜菜 來 高麗菜 高麗菜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要問問大家 高麗菜能夠改善胃潰瘍嗎 可以嗎 胃潰瘍它這個疾病 真的要找醫生 但是它能夠改善它嗎 改善喔 我們沒有說根治或什麼 不是醫療選擇 改善 改善 選擇 請選擇 可以 有有有 完了 我選錯了 你可以嗎 高麗菜 高麗菜跟花椰菜都是屬於十字花科 大家都知道嘛 抗癌什麼東西最厲害 十字花科就是抗發炎 所以會抗癌嗎 那你有胃潰瘍就是在發炎 胃在發炎 所以你在吃高麗菜的時候 絕對就可以抗 抗到胃潰瘍 可以保護胃 但是唯一高麗菜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我們在吃它的時候 那個最外面那個梗 有一個很粗的那個 你如果是屬於比較容易胃脹器的 那個白白的那個 你真的要少吃它 因為它真的會誘發你脹氣 我會脹氣 所以你如果是比較容易脹氣 你要注意那個梗 可能不要吃太多 就把它弄掉 對 就吃旁邊的葉子 你是剛剛考到症狀 對啊 一樣吃 蛤 所以可以抗發炎 對 胃潰瘍就是胃發炎 厲害 十二指腸 十二指腸也可以 也可以 痔瘡 也可以 要管它 只要藏到整條哪裡 他只要十字花科的頭 哇 萬歲 萬歲 你應該不是我們學妹之類的 要哪個學要畢業的 我覺得應該不行 不行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 煮高麗菜的時候 其實高麗菜不是那麼好 煮的一個菜類 就不是那麼快軟的 或是 但如果你胃已經 不是說可以煮大概半生不熟脆脆就可以吃了 不是嗎 可是因為如果你 對 其實高麗菜對胃也好 但是如果你已經潰瘍了 那如果它半生不熟脆脆的 那 如果是好的話 那為什麼不吃絲瓜這種 就是對我 是比較好消化的 你怕不好消化 對 那如果已經不好消化 然後你又潰瘍 那吃下去我覺得 應該不會不能 增加負擔 比較有負擔 你這樣動作也有道理 對啊 對 十字花 對啊 十字花 來 允潔 錯 錯 來 它中間有餘病 它不能改善 但是可以預防 我承認它可以預防 但我不認為它可以改善 因為那個之前 如果說 例如說我們去那個小吃店 他不是都問你要吃地瓜葉A菜還是高麗菜 是什麼菜嗎 可是人家說如果你當下胃是比較不舒服的 你可以選擇吃高麗菜 因為它比較不會傷胃 然後高麗菜黏膜又可以固一點點胃 可是它可以預防不能改善 它甚至於不要說胃潰瘍 連胃痛它都不能改善 它只能預防 只能預防 我覺得它可以預防 所以多吃高麗菜我們不容易胃潰瘍 對 不容易 但是那個預防跟改善是不一樣的 但一旦這個城堡被攻破了之後 對 高麗菜來也沒救了 也沒救了 對 因為它畢竟是菜不是藥 對啊 這個聽起來好像也有 也有道理 真的 對 那營養師 真正的營養師 駕鋼的營養師 對 都被我們 你這個要強調一下 對 因為我不曉得為什麼剛剛三位在講 你今天三位專家臉不時地扭曲起來 你今天三位專家臉不時地扭曲起來 你的解答應該是什麼 答案是錯的 錯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本身所謂的高麗菜 它有一個維生素叫維生素U 這個U其實它本來就可以對黏膜 它是有保護的功能 但是胃潰瘍其實它已經嚴重 其實應該潰瘍了 其實通常都是吃慢性病的藥物 對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一直以而傳而 就是因為它的U可以 平常如果說你真的是 比如說有些胃稍微有點發炎的 還沒有到潰瘍的情況之下 那U它確實是可以修復 然後可以一個保護胃黏膜的一個功能 這樣是OK的 然後另外呢 如果說真的胃潰瘍了 就是要吃什麼 就是要吃 對 然後不要讓你的胃一直刺激 因為潰瘍其實有點像是 傷口已經在受傷了 你不要再一直用粗的那種葉梗去刺激它 或是讓它不舒服 所以高麗菜其實100克 一份的高麗菜大概是1.2克的膳食纖維 它是屬於纖維低的蔬菜 跟絲瓜有點像 對 有點像 對 所以其實它可以替換著 對 所以如果說胃潰瘍胃不舒服 壓力大了引起的這種疼痛 那你就要選擇纖維低的 所以它是很好的一個蔬菜來源 所以人家才會說 胃潰瘍 因為胃潰瘍有一個表現 就是會痛嘛 會不舒服嘛 所以這時候你吃這個高麗菜 你會覺得比較沒有負擔 所以就會變成說 胃潰瘍 高麗菜可以治療我胃潰瘍 是這樣誤解 但是在日本呢 確實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 高麗菜裡面呢 它有一個營養價值 它叫做 配糖體 那它在日本呢 他們有一些小研究發現說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吃鹹的東西 或甚至日本人 有很多是那種 所謂胃優門感覺 所謂的一個胃癌的部分 那日本人的飲食習慣 你看他很喜歡吃鹹的拉麵 然後很喜歡吃燒烤類的東西 燒肉這些 那確實它這個都是容易誘發 所謂的一個胃癌的發生 所以裡面高麗菜 確實有所謂的一個 流帶配糖體 那他們研究發現你生吃 因為這個高麗菜裡面 這個流帶配糖體 這個營養素 它怕煮很久很久 它就會流失掉 所以像他們 你看他們吃燒烤都會配那個 生的高麗菜 對 其實它是有一點 有一點像預防的功能 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不錯 但是有些人 他不吃生的菜的時候 你在煮高麗菜 你要保留我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流帶配糖體的話 那我們建議就是用蒸的方式 然後蒸的時候 你就不要蒸太久 大概是五到七分鐘 稍微軟爛 其實它就夠了這樣子 那你這樣說起來以後 烤肉我們幹嘛 硬要去買美生菜 要去買東西 對 高麗菜就可以了 其實高麗菜就很好 對 來 彭醫師來補強一下 是的 其實像潰瘍這種東西 它最怕的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高糖 再來就是辣的 再來就是水分太多的東西 所以就算高麗菜 它的這個 維他命U的成分 它可以就是 預防油門螺鹹菌 但是如果打成滋喝 那個水分太多 一定也是不好的 對 不過高麗菜有個很好的 這個優點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是高麗的食物 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高麗 它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它很硬 它是蔬菜還有鈣質 鈣質還不是它的重點 它有個東西叫做維他命甲 這種甲的東西 K 其實K它可以促進這個 維他命D 以及鈣質的吸收 所以它整個配起來 對預防骨質疏鬆 其實是很有效的 因為我們很少 這個蔬菜裡面 有像這個動物性的 這個鈣質的來源 對 所以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它也是有這個固味的成分 促進營養的吸收 所以我覺得高麗菜 它其實在這個中藝來講 是很推薦的一個食物 好東西 對不對 但是好東西其中 人就是不是會有 美中不足之處 對 像剛剛韋汝說的 他說 然後他的話還要討論 好好討論一下 追根究底一下 在家裡面炒青菜 你是不是也都會把它給挖掉 對 大部分是 對啊 很硬啊 那哏很硬啊 我會拿下去燉湯 因為人家說用哏燉湯會比較甜 對 有這樣的講話 燉湯可能是可以嗎 燉湯 但如果是炒青菜好像就拿起來 對 會把它拿起來 所以這個到底是不是會像 他說的這個什麼胃脹器 容易脹器 會嗎 營養師 對其實在臨床上看起來的話 如果很容易脹器的人 然後他在同一餐裡面 吃大量的高麗菜 他確實會容易造成 腸道一直滾動 然後他會反映出說 告訴我們說他容易脹器 所以如果你吃高麗菜會脹器的人 其實就是幾個解決方式 一個就是不要太多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容易脹器的話 其實你就真的 它可能裡面的這些 所謂容易脹器的成分 它也比較不會那麼誘發 你腸道不舒服 但是你煮太熟 又有一些一樣成分 好像又破壞掉 對 會是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就適量 適量 適量 那高麗菜在料理 譚老師有沒有 他要注意的 譬如說跟什麼食材搭配 會不會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 這個在市面上很常見 就是 好吃 吃這個真的是不大建議的一個 為什麼 紅色 這個培根 其實就是紅色加工肉品 它去年就被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列為一個比較不好的這個 飼餌物質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不要再 其實高麗菜青草 我覺得是一個滿簡單 又滿 小孩子會滿喜歡的青菜 好 那接下來這樣東西 就是很多人在吃的時候 不管煮得再好吃與否 加一點它 可能就覺得 增色不少 對 辣椒 辣椒 它的題目 很正確與否 來看看 治什麼百病呢 吃完生食之後 再吃辣椒 可以殺菌避免生病 圈叉 請選擇 不行 圈叉叉 圈 圈圈叉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不行 真的是問題 就是出在那個題目裡面 你吃完生食之後 再吃辣椒 它那個辛辣的東西 會通過胃酸 就被消化掉就沒了 但是如果你在吃東西的 同時的情況之下 好可怕 它就可以殺菌 像吃生魚片 哇沙比 為什麼要加哇沙比 就是要把那個生魚上面 一些小細菌給殺死 殺死 所以如果是同時 它就是圈 但是因為它就是事後 太厲害了 韓國菜 什麼酸辣的生蝦 對不對 有道理喔 所以事後吃就不行 因為你通過胃酸 就已經被胃酸殺死了 所以一定要同時 所以那個菜 過期過了兩天怕什麼呢 戲劇也剩出來辣椒 多加兩把醋醋一起吃 同時 殺死了 對 還有同時 有什麼毛孕 還下心 但這題我覺得有一點難耶 但剛剛文華姐有提到說 那個 因為我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拉 拉肚子就對了 但是因為我去泰國 吃東西 就是他們的 就是因為我們通常去吃 就酸酸辣辣的嘛 對 所以就很怕會有 拉肚子或怎麼樣這樣子 然後但是 因為那些東西 他們也都在太陽下這樣曬啊 然後就是 蒼蠅這樣飛啊 我們吃了 但我也沒事啊 所以是不是 是有效的 就殺菌 殺菌 欸 笨的看 感覺 其實這一點我跟夏一熙的想法 完全一模模一樣樣 對 因為我剛剛從 越南回來而已 然後呢 其實我去越南 我超級開心的 因為它的每一道食物 每一個餐廳 它都會有生辣椒 為什麼我覺得它可以殺菌 因為你下去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雖然胃會去 那個溶解那個東西 但是你胃還是會暖暖的 那為什麼棉被要 因為辣啊 因為辣過頭了 對 那因為辣會讓你的 胃暖暖的對不對 那為什麼棉被要去曬太陽 外線吧 對啊 如果你的辣椒 你的辣椒有這麼高溫 是不是高溫到可以殺菌 辣椒原來是胃的太陽啊 對喔 你的辣椒到胃裡面 暖暖的 它是不是就多少 有在殺菌的功能呢 對 對啊 趕快來問一下營養師 這一題的解答應該是什麼呢 錯 錯啦 不行耶 是先後的問題嗎還是 我跟你講 殺菌這個是 其實有點扯太遠了啦 因為本身呢 辣椒裡面呢 如果你這個東西不衛生 你再吃太多的辣椒 其實它並不會讓你 就是變得 沒那麼厲害 就是殺菌 所以這個是沒有相關的 辣椒裡面 它主要兩個營養成分 一個叫做 我們在講的就是辣椒素 那辣椒素它其實帶給我們 就是所謂的抗氧化 還有就是辣的功能 辣就是它會吃 就會有一個辣味存在 會感覺辣 然後另外有一個叫做 辣椒紅素 其實它就是所謂的 β胡蘿蔔素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真的吃到新鮮的辣椒 用一點油去料理的話 其實對眼睛也很好 對提升免疫力也很好 裡面又有 維生素A 又有維生素C 所以其實如果說真的 敢吃辣的人 適量的吃 其實你乾吃它其實C很多 那如果它入菜之後 它變成子溶性的營養素 它會提高吸收 A跟β胡蘿蔔素 對預防腺血管疾病也很好 那因為它本身其實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辣椒素 其實會刺激胃膩膜 反而會不舒服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敢吃辣椒 我覺得紅椒也不錯 紅椒也有一樣 辣椒的維生素A跟維生素C 可是它的那個辣椒素 其實它是比較少的 所以比較不容易刺激 那那個綠色的那個不會辣的辣椒 綠色糯米椒 糯米椒 糯米椒其實跟紅椒 其實它是一樣的效果 不過 紅椒相對還是A跟C比較高 凱老師就很愛吃辣 對 我們是吃那個生的辣椒 對 但是小潔剛剛講到 有一個它會降低這個死亡率 是真的 都不對 因為那個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 它就說 吃這個辣椒的話 可以降低14%的死亡率 對 然後那個國建局跟那個 跟我們台灣 就是台灣跟韓國 因為韓國吃很多辣椒 他們就發現相同的疾病 他們的死亡率比我們少 對 所以這個也是有道理的 對不對 來 彭醫師 那終於邏輯辣椒吃了 對於我們什麼疾病 比較有幫助的 其實辣椒真的是好東西 維生素C的含量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 你覺得身體會冷的時候 吃一口辣椒 整個身體就會暖起來 再就是排除濕氣 可以去濕 所以可以就是改善筋骨的痠痛 或者是預防感冒 或者是預防心血管疾病 這一類的效果都還不錯 那你建議的吃法也是就生吃最好 還是入菜 生吃或者是把它醃一下 其實都還不錯 醃一下 對 就有點像嫩漿這樣醃一下 薄皮辣椒 薄皮辣椒 也OK 入這個湯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辣椒剛剛講 還有一些是屬於脂溶性 跟一些就是辣素 它是要經過烹煮的時候才會出來的 所以生吃有生吃的好處 可是它比較刺激腸胃 而且有人不敢吃 那你煮過的時候性質改變 那熱性更高 那入湯的話 在冬天暖手腳的效果也不錯 不過有的人他可能怕吃辣 直接這樣吃 把那個裡面的辣椒的籽把它刮掉 當然就比較不刺激了 只是它的肉 那個所說的這些好處都還在嗎 一樣 對 有的人他會把那個辣椒籽 特別拿去進那個醬油 然後有時候可以沾一下 那個香氣也是很不錯 這是在利用的一個邏輯 好 所以我們如何吃對食物來治百病 剛剛講了幾樣東西對不對 我們把它稍微的綜合融合在一起 譚老師來做一道非常好吃的料理 來 譚老師 你光是滾這一鍋湯 我們就好香了 很香 你這個今天要做什麼 裡面有先是無花果雞湯 無花果 然後雞肉 還有山藥 山藥 對 然後我們現在加一點這個 玉米薯 玉米薯 我們就還是全食物的觀念 就把它吃起來 它裡面已經有一些薑 所以我就不再加薑了 好 這個正好有一些黃地豆 我們就把它放下去 黃地豆 黃地豆也是好東西 對 其實裡面已經有一些了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放高麗菜 高麗菜 剛剛看到的那一顆就在這裡了 就在這裡了 立刻被痕跡 立刻 對 然後這個 剛剛就像伊莉醬的 我們高麗菜其實不要煮太久 對 就是它開了就可以了 對 譚老師 你會用無花果 其實台灣現在有些地方也在種 對 但量沒有那麼多 對 有的人煮像香港人煲湯 無花果增加快 果乾 好處是什麼 我選的就是沒有加糖的 這個伊莉可能會更清楚它的好處 好處 來 伊莉 因為它本身它是水果 無花果你要把它當成水果來吃 對 它其實第一個它纖維很高 所以很多人吃完無花果之後 會覺得腸道蠕動還滿順暢的 幫助排便 第二個就是說 它是屬於在水果裡面 它是屬於高甲高鈣的食材 然後也是高美的 所以如果對一些 比如說三高的病人 他偶爾就是想要換一點果乾來吃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建議吃無花果 不過因為無花果相對 因為它是果乾 相對它的熱量 你看它很甜 你的道士的無花果它很甜 所以相對它的熱量也稍微高一點 所以其實大概是 如果說一大顆的無花果的話 大概會接近快要兩份的水果 剛好就是一天你的 你的水果量女生就差不多了 所以無花果果乾不能當成零食亂吃 但是你可以入菜 然後可以把它當成水果來吃 真的啊 不過它雖然甜 它對於這個降血糖效果其實不錯 所以糖尿命人可以吃 然後降血脂 在中醫號它是屬於潤肺 然後可以預防痴瘡 好處很多 所以像這一鍋雞湯裡面 我們無花果好處 我們就用它的甜度來潤對不對 然後高麗菜 你的青菜類 黃地豆 高麗菜 玉米筍 山藥 還有青森菇 對 青森菇 都是纖維質很多 然後我們別的就不要加了 因為已經有那個 我們就加一點點鹽 對 就夠了 對 我們鹽也不用太多 因為口味帶一點好了 好 對 就這樣一點點就好 青森菇再下去 再開了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吃了 青森菇已經是料理的維生 對 就不要太久 這樣 其實青森菇如果在這一鍋湯 可以搭的話 很多的其他菇類 其實都可以 水菇 就是你所有的東西 其實這個裡面就 隨意了 對 就是各種青菜都可以 蛋白質也可以換成海鮮 也是OK的 請問譚老師這一鍋 今天也要加入辣椒還是什麼 其實你到最後可以加上一些辣椒 或者我們就弄一些辣椒來蘸 蘸醬 對 蘸火鍋齊 算個肉片 對 對 很超過的 這樣OK了 完成了 對 好香喔 天啊 真的 而且現在天氣漸漸冷 對 這一個一喝下去就暖了 剛剛好 為你的小太陽就靠它了 怎麼都暖起來了 我們都已經吃一半了 對啊 我剛剛一喝下去我問譚老師說 譚老師 無花果之外還有加什麼 一定有在加什麼 結果他說沒有 沒有 剛剛煮給妳看 我就不相信 這裡面的味道 好多層次 很甜 對不對 要煮很久嗎 這個湯 沒有 我就先汆燙 就是去皮去油汆燙之後 然後就用電鍋蒸的 然後你就把它冷凍 你要做什麼湯的時候 就哪一方向 這樣就省很多時間 對 小河欣妳要的問題在這裡面 這才是關鍵 有沒有 好 不過像這一鍋湯 我們這樣中和起來 我們可以對身體的健康幫助 來 營養師先給大家 我覺得這一道菜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用 譚老師用無花果做基底 剛剛其實提到 無花果其實高鈣 高甲 高美 甲它會融在這個湯頭裡面 然後這邊的湯頭又很清爽 所以你們一定要喝 因為如果針對壓力大 或是說有一些三高病的 它要降血壓 它其實高甲含量是非常高的 然後它又用了裡面很多 三種蔬菜去做一個 就是熬住 然後還有就是有澱粉 有山藥的部分 又有所謂蛋白質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當一餐 對 彭醫師 終於覺得直接就是 提升免疫類 因為這個山藥我們一天在講 它的皂肝提升免疫力 抗氧化的活性 又健脾固味還顧肺 剛剛講這個無花果也是潤肺 那秋天好又入肺菌 所以我們常會覺得 口乾舌燥 它裡面還有這個扁豆 還有這個金針菇裡面的多糖體 對人體的免疫力提升 都是